但是正像我前面说的 你电厂都能算出来 你对电厂还是不是很清楚 不知道它的整体的概念你没有 因为你只有一大堆数 这个地方是电厂是这样 一 这个是二 这个是三 脑袋光有这些东西 整个电厂的概冒是什么 你当然还是要通过考虑通量这些东西来了解 对吧 所以说有了这些结果以后 我们就要考虑如何用通量来表示这些电厂的特性 虽然我们举了这么多例子 看起来比较无聊 但是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你马上到了高速定理 是吧 那么为了研究这个电厂的通量特性 当然我们要先知道什么叫电通量 是吧 那为了知道电通量 我们先举一个概念 面圆 什么叫面圆呢 小面圆 小的东西 线圆 小的线 小块 小段 小面圆 小片 这个小片还得是什么呢 有方向的 就是它的大小是Ds 它的法线方向 法线方向作为方向 所以这是一个死量 面圆是 明白这是什么 它是一个死量 所以这是法线方向 一起给小片 任何一个曲面 咱们不是说那种特殊的那种曲面 通常的曲面 变小了以后都可以用平面来代替 是吧 那一个小平面都一个法线方向 可是有两个法线方向 一个是这边 一个是B面 是吧 哪个是法线方向 它的真的正的法线方向呢 这完全是你认为的 完全是你认为的 高兴是哪个就是哪个 就单独在的时候 你高兴是哪个是哪个 整体在的时候 因为它们之间 项目之间有联系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会给出了一个 比如说后面我们说 如果是B和曲面的时候 我们规定 凡是B和曲面 向外的那个法线方向 为正方向 就这样规定 那现在有了面圆以后 我们就可以知道通量这概念 为了知道电通量的物理含义 物理上比较直观的含义 我们来考察流体场 流体场是什么呢 比如说这里边有水流 水流流过去 每一点都有一个 速度 同意吗 这个线就是流线 就是流体在那流过去 那每一点的 这一点的速度等于多少呢 就是它的切线方向 有个速度 现在我给了这个小面圆 通过这个小面圆的 它的通量等于多少呢 就是说通过这个面积的 单位时间里边 流体的体积有多少 我想知道这个东西 那这个我怎么算呢 这个我们其实是做过 不过我在这里边 因为这种东西 通量这种东西太重要 经常出现 电池学里边出现 流体里边出现 以后我们还会出现 经常出现 那这个东西 我在这里再做一遍 我把这个小片放大 放到这个了 这是这个大片 这个是跟这小片一样的 就这个片 我都放大了 我说 单位时间里边 穿过这一小片的流体的体积 等于多少呢 因为你穿过 因为我这个 我这个当地的这个速度 是这个方向 是不是 然后我垂直于这个速度方向 做一个截面 明白这是什么 垂直于这个速度方向 做一个截面 那穿过这个截面的流量 流体 就一定穿过这个流体 同意吗 因为它的速度就是这样的 是不是 所以你这鞋子的 这个是垂直的 穿过它的一定穿过那个 是不是 那我们现在看 单位时间里边 穿过这个垂直截面的流体的质量 流体的体积等于多少呢 我们以VΔT 作为一个 沿着这个V方向 作为这个 因为这是沿着垂直于这个V的方向 这不是这个 这个截面是垂直于V的方向吗 然后沿着V方向 我截取一段长度 VΔT长度 那么我说流体在这个柱体里边的流体 ΔT时间里面一定穿过这个垂直截面 对吧 因为它的速度是V 所以ΔT时间里面 它肯定所有的东西都通过它 可是后边的东西不能通过它 因为ΔT时间里面它到不了这 是不是 所以这里边体积有多少呢 体积有 DS除以值乘上VΔT 对不对 这是ΔT时间里面穿过DS的体积 那单位体积里边的呢 除以ΔT 所以单位时间里面穿过 这个DS的流体体积等于多少呢 VDS 这个是ΔT时间的 穿过的 那单位时间的就把ΔT除掉就行了 实际上是这个 可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 因为什么呢 因为V和这个DS之间点击的时候啊 是它们之间的口善影 点击不是口善影吗 可是这个面积这个垂直的截面 是这个面积的头影 是不是 也是口善影 所以它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就等于这个 于是我们说 单位时间里面穿过这个DS的这个流体体积等于多少呢 就是V点DS 这就是通量 物理上是很明确的一个概念 是不是 现在对于电厂来说 电通量应该是什么呢 因为对于电厂来说 它的厂不是这个速度 不再是速度 是电厂翼 那么我说电厂翼点上某一个面源的点击 也是什么通量 是不是 是厂的什么通量 因为这是电厂 所以我们说它是电通量 就这样 所以现在电通量就是这个点击 物理上是什么东西 单位时间通过什么 不再是这个意思了 流体里面很明确 单位时间里面穿过DS的那个流体体积 电厂的时候呢 这不再是什么通过什么东西 但是它是形式上是和它一样的 是厂量点击DS 就这样 好了 如果在这里面你也可以看出来什么呢 这是通量的话 电厂就是通量除以DS 相当于通量密度 所以有的时候把电厂叫做电通量密度 如果你现在这个曲面不是一小块 是我想看一个大片面积 通过大片面积的通量 电通量是等于多少呢 把这小片电通量加起来就行了 是不是 就把这个大片面积分成无数个小面积 小面积元把每一个面积元 每一个面积元上的小面积元上电厂 当然是可以当作是一个常量云强电厂 这个道理是什么呢 因为面圆比较小的时候 那个地方电厂都是很接近的 是不是 我就可以用一个平均值来代替 这样的话 穿过有限一个面积的一个通量 就是所有这个小片的通量的求和 这个求和我们把它写成积分的形式 就是面积分 这就叫面积分 这个面积分实际上就是这个求和 这个就是电通量 这样 可是电厂里边比较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说了 我们不是研究数学 是吧 我们是研究物理 物理的话 这个电通量应该是和电荷什么的 这些东西要发生关联的 什么通量和电荷发生关联的 是那些通过闭合曲面的那些电通量 和闭合曲面里边的电荷 发生联系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 穿过闭合面的电通量应该怎么计算呢 穿过闭合面的电通量 它也是一样的 把闭合面分成一片一片 然后把每一个小片的电通量加起来 加起来就行了 加起来就变成了面积分 不过这个面积分 因为它是闭合曲面的 所以我们特殊的给它搞一个圈 闭合闭合面的 这是 好了 有了这个准备以后 然后就给出了一个高次定理 高次定理说的是什么呢 高次定理说的是真空当中 进电场内 任何一个闭合面里边电通量 对一个闭合面能量 等于这个闭合面所包围的那个电荷除以一批准零 就这样 这就是高次定理 这个高次定理 那这个高次定理 因为是静电厂的特性 是不是 静电厂我们现在知道什么呢 我们知道静电厂里边的电厂 我们知道怎么算 是不是 点电荷的电厂怎么算 一个是库仑定理 加上叠加原理 是不是 所以我利用这个库仑定理 再加上叠加原理 我应该可以推导出这个高次定理 这就是我下边要做的 我推导这个 好